失戰理論,沒有指聲不跌股票審陣仍會當股價升到遠離合理直時, 便一定要跌下來資料圖片講股走勢仍然是滿局一場, 恆指昨日的波幅僅兩百餘點,全日最終跌六十一點或百分之零點二二, 收報二萬七千五百二十三雖然大市缺乏方向,但仍有一點算是較好的信號, 就是其子肯轉高水由於下週四是其子結算,而星期一有試乏但假期, 下星期只得四日市,相信今日其子大會已開始轉倉, 市況將持續摘幅上落神仙股接連爆布,繼看能薄摸五六六後, 昨日又有高銀系媽寶,高銀地產二八三, 及高銀金融五三零出現高非曲序, 最近之時跌幅增圓五成上述股份不能稱之為世價股或股仔, 皆因每股銀碼較大,而且市值如千億元它們皆有一個共通點, 就是課源歸邊,基本上要將股價沒弄上去根本沒有難度, 成本也不高但只要在高位有沽貨出街, 當越來越多散戶參與的話,則頗難去再控制股價的敵罪升得離譜便會回調所以, 不者經常話,世上並沒有指聲不跌的東西, 什麼投資工具都有回落的一天只要升得多, 升幅太大,價格已脫離實質的價值,便隨時會有大跌的可能股市如是, 商品如是,貨幣如是,房地產也一樣如是中擺理論確實是金科玉律, 當價格升到遠離合理直時,便一定要跌回來, 並且會跌至不合理的低位到了此地步, 價格便有望擺回頭了所以,做任何投資也好, 一定要用客觀的基本分析去做理據, 支持自己是否要持有某一資產作長線投資反而技術分析 使可用作監察著短期走勢作為斷炒的依據,並不是用作投資的參考。 降臨時次暖二 談cir間